这个课程主要当然包含的面向就有五大类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主要是至少 这十次上课上完 至少你要能够了解几个部分的内容 包含就是说这个第一类的那个基本程式设计 包含什么叫变数 在python里面怎么样建立一个变数 然后呢怎么样做输入输出 OK 然后还有一些产生运算式 利用运算 运算值 OK然后呢利用内建的函式 或者是说呢 他已经有的一个函式 那你要把import进来 他这题目里面用最多就是mass 所以你要importmass 然后mass里面的话呢 可能就是像用到py 或者用到什么 开根号sqrt OK 那诸如此类的东西 另外还有格式化 考试里面最常考到 而且最难的第1类就是formats 所以 当然formats不是只有第1类里面会用到 其他的部分也会用到 OK 然后其他的话再来就是第2类 第2类其实我们上课 上次上课呢已经 把它讲完了 所以第2类部分 那基本上呢第2类里面呢用最多的不外乎就输入之后 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当然呢不外乎就是if 后面只要还有逻辑判断的话 那就elf elf 继续elf下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else OK 那大概基本上如果你这个架构清楚 那就试着把程式给写出来 另外的话呢 上一次上课的话我们还讲到第3类 回圈叙述 那基本上前面几题 应该是302到308 基本上都是用到所谓的forI的回圈 for回圈的部分 还没有用到while回圈 OK 当然呢这个考试呢他没有严格要求说你用哪一种回圈方式 所以其实你用for用while其实都可以啦 OK所以我是建议啦 如果可以的话两个方式也许都可以把它试着写写看 那当然我前面302啦304306 那我都有讲到如何把它转换成while回圈 OK只是说while回圈呢 以 在这个题目里面来看的话 其实 并 占不到便宜 那也许后面啦 也许第4类部分的话会用到while回圈 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后面遇到我们再来看 那上一次上课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主要是讲到那个第3类 的那个 上一次上课是第206等级判断 就是判断他的成绩嘛 输入一个成绩 然后输出的话就a b c 然后不及格是f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实际位 的换算 输入如果 他是0到9 那就照原来0到9输出 如果他是10到15的话 那就把它转换成a到f 然后其他还有就 三角形判断 就是 两边 两边的加总 一定要大于第3边 如果不是 这个规则的话 那表示他就不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逻辑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再来还有就是302的那个 回圈偶数 连加 比如输入好像14 然后到1144 那把14到1144里面的4偶数部分 把它连加起来 那 比较特别一点地方啦 因为同学一直问说 那如果老师假设输入的第1个数字不是偶数的话 那怎么办 要不要做防呆 基本上 有一次强调 这个考试呢 其实他没有考那么复杂 OK 反正他的题目逻辑就是输入一定是偶数啦 OK 所以你就先不用管说 输入的假如是激素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前提 以这个 考试的题目来说 是不存在的 OK 所以也许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回圈倍数总和 比如说几倍的总和 比如说5的倍数 比如说输入21 把 从那个0到21之间 是5的倍数把它加重起来 做输出 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把4回圈呢 改成坏回圈的部分 OK 然后 再来的话呢 就是回圈位数加总啦 再来 最后呢 我们讲到一个308题 308题其实 又比前面 几题的那个难度又再更加的困难 许多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讲到这个308题 所以请各位 一样 把那个308题的部分 再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最后是讲到 几个部分 首先的话就是说呢 做完之后 把它复原一下 做完的部分 它本来呢 是没有次数 也就是说输出的时候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3类的部分 第308题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回圈位数加总 就是说 比如说输入98765 它必须 把9加8 一直加加 加到5 全部加完之后的结果 把它做输出 另外的话也把自己做输出啦 当然 因为这个题目 它的那个 作答的方式 它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你 假设print的话 你可以用format 或者你print中间加豆点 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满足它 跟这个完全一样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英文字跟英文字的中间 一定要加空白 你缺一个 空白 最后答案都不对 反正你输出一定要符合它的 它的格式需求 那当然我们上一次上课是 讲到这个 第1个是输出 它次数部分后来把它加上去的 比如说它这个 里面有一个输入一次 也有输入3次的 OK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 要怎么样可以输入一次输入3次 那当然我们最后是加一个回圈 写完原来 并没有什么次数 也就是输入的话 输出的话就是98765 然后就是把 9加8加7加6加5 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然后呢 把这个两个输入的部分 记得不要转型 不转型的话 它是一个文字 把这个文字呢 放在这个 format里面的这一字字串里面 所以98765 这个a 那就会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来 因为呢我转型的时候 input没有转型 那就是 一个98765的文字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把最后的答案 答案的话就加完 好像是35 然后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 大瓜糊里面 OK 那当然啦 如果你不用那个format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得出结果啦 不过我强调了 反正就是要符合 题目要求 那我试过我觉得 好像用format来做的话 相对 会 比较没什么太多问题 而且好处就是说 你的文字跟格式 文字跟格式在一起 然后呢 变数部分就是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相对 比较不容易做错 好 那这里的话 把它按enter 结果的话就出来了 OK 那当然呢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我们只有做出什么 做出那个 题目要的这个 这个结果就是说呢 他的题目里面 要的下方这部分 那并没有包含什么次数 OK 比如说这个输入一次 他就 这1的话 表示说底下要跑一次 这样的计算 那如果这边有个3的话 那就要跑3次 所以这边是一次 这个是第1次 这个是第2次 第3次 OK总共会有3次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用 这个第1个 这个输入的话 来决定你要跑几次 那这个当然呢 他有固定次数 所以理论上 用4回圈是最好的 另外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次数呢 他是在 这个 回圈的外面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要完成 输入之后 让他跑几次的话 记得 1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原来的 层次上方 输入什么 输入 次数 OK 然后让他跑几次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输入两行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在上方 就增加一个 b 等于 就是 b指的是次数 比如说我输入1的话 那 这个时候1 底下的话呢 就是会 把它放在range里面 比如说 0到1 1的话就 停下来嘛 所以其实0到 0 意思说只有跑一次而已啦 OK 那如果说我这边输入3的话 那就0到 0到 3的话是停下来 所以0 1 2 就跑三次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底下的这个 底下的层次等于是内回圈 外面的话是外回圈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写完上面这两行之后 记得要把下面这几行 放到这个for回圈的里面 那里面的话怎么怎么放到里面 特别注意 我前面一直强调 当然如果在java里面是大瓜糊 大瓜糊开头 大瓜糊结束 但是如果在python里面呢 他就是一个 什么 缩牌 就是按一个TAB键 TAB键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 知道说 原来你现在是要在这个回圈里面 把这个事情 给做完 所以理论上 假如你这边输入1的话 他就跑一次 那就输入一个 OK 那如果说你输入3的话 就 变成说你要跑 三次 OK也就是你要做三个 输入值 他会有三个输出值 OK 所以如果 再加上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加 这两行就可以了 记得加上上面之后的话 下面的层次 请你按个TAB键 这个地方的话 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呢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刚开始不写这两行呢 其实我的习惯 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说 如果程式的话 慢慢就是抽丝剥剪 可以先从里面 比较简单的先做 做完之后再加外面的 所以你可以一步一步写 那当然很复杂的程式绝对不是一次就写完了 所以慢慢你们要有一个概念 有些程式如果太复杂的话 建议你可以先写这一个 再写这一个 OK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不先写上面这个 因为如果你先写上面这个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啦 因为 次数毕竟最后再加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我们最后把这个 这个题目要的 这相关的那个 我们最后其实RUN 建议呢 是可以拿什么 拿他提供的 这相关的那个 输入输出 来跑跑看 那如果输入输出 他这个输入输出OK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 98765 OK 输出 那是不是跟这边一样 Sum of Digits 最好你比较一下 顺便看一下这边 空白 空白有没有出现 因为其实最容易犯错 都是 细微的地方 OK 然后这样OK了 所以第1个OK 那再来再执行一次 输入3 3 意思说跑3次外回圈 然后第1次的话 3 2 4 1 2 Enter的话 如果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表示第1次是OK的 Sum of Digits 这个 这个的结果 S 是12 OK 那再来喔 因为他 外回圈还没结束 所以 继续跑 继续跑的话 再输入0 0的话意思是说 我要把0 0 毕竟跑完之后结果还是0 OK 那再来什么 769 OK 769的话就是把7加6加9 加完之后把他结果输出 22了 输出 那因为呢 我们跑 这个 4回圈 这边如果输入3的话 那因为他就跑0 0是指的是这个第1次 然后呢 再来就1嘛 所以这个1第2次 那再来就2嘛 2跑完之后的话 那 当然 就 结束这个回圈了 OK 所以我们按Enter 理论上应该就 停止掉了 没错 所以 如果你假设输入3 让他跑1 2 3 4 那就离开的话 那表示呢 你这一题 应该 就是正确的 OK 大致上是这样的 那当然呢 这一题 也不是说 只有用这个方 就是说 只有这个方法 能够把 这个 这个 程式给写出来 另外 除了方法1之外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1是 去把什么 里面当文字 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的 把它 切出来之后 然后呢 把它在这边做累加 但因为文字 必须要转换成 数字 所以外面一定要包 一个INT 那如果说你不是用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切的话 其实还可以用什么 用 求于数的方法 取得最后一个 这个 数字的值 然后呢 再去掉最后 一位数 一直去 其实有方法2 只是说我上一次有讲到 方法2相对是 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也许请各位 试着把上一次的 这个308的部分 也许再把它再 复习一下 那并且加上这个 外回圈 OK 那 我把那个画面 停止共用 OK 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把那个礼拜 就上个礼拜 4的部分 的那个 上一次上课的那个 部分先把它复习一下 好